大家都那么恨双胞胎 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你或只有一个我多好 偏偏每个人要多一个 你说这是多么的不卫生啊 跟卫生什么关系 你们四个人搞得乱七八糟还有什么卫生啊 路未当悠扬的旋律中 紫霞一袭白衣泛舟而来 脸上的笑意藏不住 沙活的绿色已泛黄 这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之音的碑 与紫霞此刻的喜悦格格不入 原来在故事的开头 已经暗示了那个紫霞永远猜不中的结局 湖水变成沙漠仿佛完成了很远的空间跳跃 但实际上 路未当的拍摄地银川沙湖 素有半边沙漠半边湖的美誉 此地距离大圣取气的主场景拍摄地 镇白补并不遥远 笑声响彻天地 紫霞持剑跑上沙丘 回首望处 镜头拉远 此刻构图 沙漠顶的紫霞分明与全边结尾时 他站立在城门楼上的构图一致 仙子独行而来 一直在等待着他的盖世英雄 而接下来的剧情 是很多人从未看到过的删减镜头 两位奇丑无比的妖怪 拦住了紫霞仙子的去路 两位大哥是不是有话对我讲啊 他们二位是突破了生殖隔离 打破了远远杂交不亲和障碍的 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天山雪蛤王和孔雀王 表弟 你们家族好复杂 貌美如花的雪蛤王率先开口 道出的却是紫霞仙子下凡的真相 他的这次人间出走是思凡下界 仙子想要找一个如意郎君 体验爱情的甜 而这一消息 传播的像吃了唐僧肉 就可以长生不老一样快 如今普天之下的妖王 都想成为美丽仙子的如意郎君 紫霞仙子举起手中的紫青宝剑 这是一瓶来自东方神话的雷神之锤 能拔出宝剑之人 虽不能决心什么雷神之力 但他必能成为紫霞仙子的一中之人 就像能戴上金箍的猴子 一定叫孙悟空一样 能拔出紫青宝剑的人 就是老天给紫霞安排的命中注定 二位表兄弟还未进行拔剑测试 便应该由随先尝试而大打出手 这两位专门设计过装造的妖怪 一个是火云邪神的祖师爷 上演蛤蟆神功 另一个屁股一扭 当场邪气十足的遍地插秧 完体两开花 两腰打的是难解难分 看着紫霞仙子都想喊上一句 紫霞出面调停 两腰疯狂抢夺宝剑 但也成功验证了 他俩无论哪个都拔剑不出 凌空将两只丑八怪踢开 看着两位垂涎三尺 紫霞摇起铃铛 瞬间让二人腰意乱情谊 抱在一起 近亲狂吻 相亲相爱 蛤蟆怪和孔雀精的戏份 虽被大量删减 但他们还真不算是 无关紧要的路人甲乙 日后在牛魔王强取紫霞 他话讲完 之外下面围观群众 谁赞成 谁反对时 站在哈巴狗腰身旁 不惧牛魔王神威 一同反对这门亲事的 正是这只蛤蟆等包天的蛤蟆怪 而蛤蟆怪和孔雀精 还都是紫青宝剑拔剑 选服规则的仙人拥躬 他俩是完全不在意 人家牛魔王和紫霞仙子 是不是狼才女猫天生一对 挥别相亲相爱的两兄弟 紫霞骑上了小毛驴 行至五百年前的五月山101号B万 这里没有斧头帮 只有一对奇怪的人 一位老汉用火石点火后冲入屋内 之后又出门点火 再冲回屋内 无限往复 仿佛是因绑架了死亡 被罚重复推食上山的西西福斯 而茅草棚中坐着其他四位 则手持砍刀 凶神恶煞 紫霞狐疑的望向老汉想要点人的油灯 看了口气 揭穿了这几位神兵天将 那过于直白的隐喻和规劝 老婆啊 你这样点的是点不着的 你只有油 没有灯芯 姑娘 请问你 如果如来佛祖那盏神灯的灯芯不见了 上哪去买 找上你有问题 谢什么 一团烟雾 炸出五位天将 二郎神带着南天门四大天王 追杀而来 天神道出紫霞真实身份 他和姐姐清侠 原本是佛祖日月明灯里 纠缠在一起的灯芯 但紫霞却擅自离开天庭 还到处散播 谁能拔出紫青宝剑 就能做他的如意郎君 你是神仙怎么能都烦心 这话有二郎神身边人说出 过真是充满了讽刺 毕竟二郎神自己就是 斗牛宫仙女下凡 与金童转世的杨天佑 生下的人神混血 之后他母亲被押桃山之下 二郎神还亲手劈开桃山救母 到了宝莲灯的故事当中 二郎神妹妹三圣母 再次司凡下界与凡人结合 生下沉香 三圣母被押华山之后 沉香又与舅舅二郎神大战 之后再次踢山救母 整个二郎神的仙界背景 分明都与仙女的司凡下界有关 而众神追杀紫霞的目的 其实也没有那么光明伟大正确 纯粹都是为了 天庭的面子 紫霞仙子执迷不悟 他发誓 就算拔出宝剑的人是个妖怪 他也要跟那个义中人一生一世后 二郎神当场的反应 也值得推敲 注意在此处 神君下的可是诛杀令 他要让紫霞仙子彻底消失 他才不管什么如来佛的日月神灯 有没有灯心 是否能点招 在天庭的面子面前 一盏灯亮不亮 那真就只是一盏灯的事 只献鸳鸯不献仙 消失就消失 只献鸳鸯不献仙 以此乃是出唐四节之一的 卢兆陵长安古裔中 画来的俗语 原句写作 得成笔墓和此此 愿作鸳鸯不献仙 现代新派武侠小说 开山祖师梁雨生 曾把这句话改写为 只献鸳鸯不献仙 封烟未许 损华年 讲的都是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的 纯爱追求 而紫霞这样的无惧消失 也非要逐爱的告白 引得神君恼羞成怒 他大喊放肆后 勇猛冲锋 但我为天神沙江而出之后 却也只跟那少女 打了个有来有回 旋转升空 定格看着飘扬的打戏 你将会发现那位飞翔的女侠 并非朱音本人 她是位武艺高强的替身 甚至当年特效水平有限 替身背后 还能看到清晰的 吊着的威亚 四大天王全部扑空 紫霞拔出宝剑 砍掉二郎神头顶绣球 四大天王枪头进断 持国天王 只得弹起琵琶 开启法术攻击 紫霞守摇铃当隔空斗法 二郎神神眼射出绿光 却被仙子手练摇铃的护盾反弹 一秒炸烂了队友的天王琵琶 紫霞再次施展 一乱情迷的铃儿抢冰刀 弄得二郎神也是翩翩起舞 四大天王更是集体动了繁星 他们五人沉迷于彼此的蓝色 围成一圈用红色缎带 非常隐晦的快乐连接 此情此景 堪称是天庭的奇耻大乳 笑天犬 也难怪有人甚至分析称 五百年后被至尊宝 谩骂人魔狗样鬼鬼祟祟 之后又咬烂菩提老祖 捆腰绳的旺财 就是这只被二郎神 炖成了狗肉的笑天犬转世 如此一大段删减的剧情过后 大话西游下部大胜取亲 方才街上至尊宝在上部的最后一次时光穿越 宝宝进入盘丝洞 打开石门 遇到紫霞 在一番神仙妖怪的对白过后 紫霞将水帘洞改为盘丝洞 导致因果秩序 抢走月光宝盒 又送给至尊宝三颗痣 让他成为了真正的孙悟空博士 此处有个穿帮 刚被改成盘丝洞的三字 在远景之中又变回了水帘洞 被抢走月光宝盒的至尊宝 追着紫霞朝洞口狂奔 还学着人家大喊芝麻开门 却被洞门迎面拍扁 跳到安全区域 再次芝麻开门 得意还未片刻 那门又活过来似的 违背物理学的第二次反转 家地无门 还可以上山 这边难爬 宝宝就去那边 如果你跟我一样无聊的定格这个镜头 将会发现 至尊宝此刻以大便活人一样 被拍上了碎片 两只手在这儿 一只脚在这儿 而另一只腿竟然在节里 也难怪紫霞大笑出声 说他被压到四分五裂 仙子还是仙子 他捡起一地至尊宝的碎片 将破碎的他重新完整带回洞中 至尊宝在头痛欲猎中清醒 却听到那位刚刚诞生的 潘丝大仙的惊声尖笑 这里的剧情已经呈现出了 月光宝和物理存在的祖父悖论 如果他真是潘丝大仙埋在洞中 被五百年后的至尊宝挖出 那潘丝大仙此刻为何不认识月光宝和 还表现出了出货至宝的欣喜癫狂 而复盘月光宝和矛盾的因果循环 紫霞埋下宝和 至尊宝挖出宝和 紫霞抢走至尊宝从五百年后带回来的宝和 之后又埋下宝和 至尊宝接着挖接着穿越 月光宝和仿佛是凭空被加入到了 这无休止的循环当中 充满了矛盾 如果坚持因果论坚持宝和不会凭空出现 那这件时空法宝的真正制造者 真正的一手持有者 必是更高权力者的意志体现 而这更高权力者可能是观音 也可能是那位设定 拔出紫霞宝剑者 就是仙子命中注定的上天 从此处回看紫霞仙子的存在 他私自下界打跑妖魔鬼怪 又大败天兵天将 以一个天庭反叛者的形象出现 分明就是另一个灵魂共振版的悟空 只是与那猴子一样 紫霞也逃不出宿命的安排 他向往的自由与爱情 却有个拔剑之人 才是意中人的先天条件 从这儿看紫霞的反叛 也分明是一场逃不掉的人为安排 甚至他存在的意义 都仿佛是一个规劝 他自己也是孙悟空 重回取经路上的一位工具人 如果旷古绝今的爱情 也是宿命写好的剧本 那紫霞的思凡下界违反天命 也许只是孙悟空 成佛路上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强不走月光宝和 至尊宝只能要求 紫霞仙子带他一起走 为了救心爱的金金 他甚至连狗都可作则 他不光汪汪汪狗叫 还叫的那么深 叫的那么认真 终于熬到了黑夜月圆 真是使用月光宝和的好天气 至尊宝请出紫霞仙子 让他掏出宝和 一起穿越 好比姐姐青霞的追杀 绝未发现 眼前的仙子 脸上的表情已发生变化 甚至连声音听起来 都不如当初那么天真浪漫 没错 在1994年这个荒诞不及的年份 大话西游不光搞出来个 极其烧脑的时间穿越的设定 还借由同一个猪鹰 饰演的仙子 玩了一把 多重人格障碍 加双意识同意主体的寄居 这样的设定 与同一年上映的东邪吸毒 有着一曲 同工之妙不可言而无信 东邪吸毒中有一位林青霞饰演的双重人格侠客 他先分裂成女扮男装的慕容烟 找到职业杀手欧阳峰 请他去杀了黄耀师 理由是黄耀师抛弃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妹妹慕容烟 之后又分裂人格成了慕容烟 爱上了杀手欧阳峰 而周星驰和刘振伟在大话西游中 搞出来这么一个青霞仙子的目的 显然也是在刻意恶搞 墨镜王东邪吸毒里的林青霞 电影画质在此处的崩裂 是因为这段戏在很多版本的原片当中 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删减 至尊宝眼见紫霞 突然变成满嘴骂着紫霞见人的紫霞姐姐青霞 他大脑不得不开始了飞速运转 他尝试去理解这同一只仙子 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宝宝被青霞一拳打晕 月光宝和也被青霞抢走 第二天天亮醒来 眼前的仙子又变成了可爱的紫霞 少女瞪着天真的眼 问他昨晚为何不叫醒自己 在惨无人道的家暴之后 忽然而至的柔情似水 虾的宝宝如被POA一般当场发电 紫霞终于意识到有事发生 青霞已经来过了 可能他呢前世跟我斗得太厉害了 所以后来佛祖呢就把我们两个卷在一起 变成一根灯芯 要我们呢苦练修行 化解这段恩怨 可惜事与愿违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精神分裂 紫霞将手与至尊宝绑在一起 然后便贡献出了那个 让无数少男少女 魂牵梦绕的眨眼镜头 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一刻都跟至尊宝一样 神伦在仙子的美丽容颜里不能自拔 在那一刻 你我还有他和他都感受到了爱情的味道 这个镜头里的朱音太过美丽 让人一时不禁怀疑 至尊宝一转头的恐惧里 是有多畏惧他变成青霞 又有多少是害怕自己会爱上这个 清纯可爱 美貌无双的少女 此刻如果复盘紫霞仙子说过的话 你将会发现 紫霞确实不知 青霞一直跟着他的原因 是姐姐就在他的这副躯体之中 而第一个发现青霞晚上就会出现的人 将是每天冷热暴力的至尊宝 终于熬到夜色 沙漠火堆旁 与少女捆绑在一起的至尊宝 望着天上的乌云遮雨 感叹今晚可能无法得到 启动月光饱和的月光 身旁的少女似睡飞睡 闭着眼睛与他对答如流 只是那声音似乎发生了些许变化 至尊宝看着这要杀人的眼睛 却亮腔的问出了一个非常无奇的问题 只是这段台词 在上映时也遭到了大篇幅的删减 这段对白直接将虚构 剧情与现实连接 证明了至尊宝这位月光饱和加持下的时空穿越者 不光穿越了大化西游时空里的500年 还穿越到了20世纪 穿越到了1990年代的中国香港 围观了林青霞、秦汉、秦祥林三人那剪不断理还乱 别是一番穷妖在琴头的世纪三角恋 林青霞先是于有夫之夫的秦汉 传出了爱到浓处无畏世俗的感情 之后又与至尊宝口中的二哥秦祥林传出恋情 成为当年香港娱乐圈最大的谈资 别人是打破第四堵墙 至尊宝恶不得应该是至尊欲的发言 简直是把这第四堵墙砸成了粉末 碾为了积焚 面对咄咄逼人的青霞 说着自己名叫秦祥林的至尊宝 为防止自己再被暴打 编出了一套谎话 他把自己与青霞的捆绑 说成了情笔金尖的浓情秘义 接下来的对白 可能因为对林青霞的世纪四角恋吐槽的太过猛烈 也被完全的删除 显然穿越着至尊宝不光围观了很多娱乐圈八卦 还上了不少节当代生理卫生课 把体液交换可能造成病毒传播很不卫生这件事 也弄的是一清二楚 但这一切都不妨碍他 紫柯对青霞的当场示爱 至尊玉声称 他为了青霞 已经把自己亲兄大哥至尊宝给杀了 他甚至还要为了青霞 杀了他妹妹紫霞 对了 那个游光宝盒 杀了我妹之后我自然会给你 如果让我知道你骗我的话 我让你现在痛苦失费 哦 你对我还真够好了 不过 我现在好像还不怎么痛苦啊 当然了 我还没有出手 都知道 日光照耀天空 天真紫霞的声音问起了一个哲学的问题 为什么每一次都是至尊宝看到姐姐 而他看不到呢 结果此处又要一段煽紧 黑着一个眼圈的至尊宝回答说 这种事有时候要讲缘分 不过他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狠了 这次是打黑我的左眼 我还答应他说 杀了你 那以后就不会有两个你出现了 姐姐那么聪明 他才不会相信你的 至尊宝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不如紫霞 你送我一件你最重要的信物 这样我再遇到青霞 就可以说我已经杀了你 无论青霞信还是不信 我都可以把月光宝盒骗出来 一一有机会就 那我呢 至尊宝接过子青宝剑 少女笑咽如花 长叹一口气 而子柯他身后却发生了一件 意料之外 又情理之中之事 那把没人能拔出来的子青宝剑 竟被逆在阳光中的 没有任何神力威能 甚至还肯定打不过 蛤蟆怪和孔雀精的至尊宝 非常轻易又响亮的拔出 还轻松的收剑入鞘 如此一个没有显赫背景 却靠着拔剑逆袭 认证为英雄的设定 来自古不列颠传说亚瑟王的十中剑 当年游泽王过世 卡美罗王国内形势开始动荡 主将听从梅林建议 召集所有贵族骑士 以一把插在教堂墓园石块中的十中剑 来选定新的国王 剑上刻有名文 拔出此十中剑者 继位王 众骑士上前没人能拔出 没办法 大家只能比武选王 当时的亚瑟身份低微 没资格参加比武 只能以随从身份追随一位骑士入场 结果这位骑士上场之前 却发现自己上阵比武 竟然忘了戴剑 他立刻命亚瑟回家去取 亚瑟路过那墓碑之上的十中剑时 定眼一看 这不就是一把衬手的宝剑吗 于是上手去拔 竟轻松将那宝剑拔出 众人大惊失色 原来这位平平无奇的年轻人 才是王者之剑真正的主人 而这样一幕 与凡人之尊卯在一个不经意之间 拔出紫青宝剑的时刻 是多么的香香 拔山涉水 优历人间 如此戏剧性的找到一中人的紫霞 没有快乐兴奋到无法控制 反而只是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请求 趁着今天的日光还在 夜色未来 不如你带我去集市走走 珍惜每一分钟相伴在一起的时光 她在她的身旁 不再是什么仙子大侠 只是一个涉事未深的小女孩 城门楼下人声鼎沸 来往客商叫卖声不断 紫霞告诉至尊宝 自己的心跳得好厉害 此时此刻 他们二人正被 两位人魔猪样的故人尾罪 至尊宝的样貌 正是孙悟空化为人形的状态 老猪和老沙将500年后 穿越到这一时空的宝宝 认成了抓走师父唐僧 要跟牛魔王一起吃肉的 上一世顽图孙悟空 至尊宝此刻跟着紫霞 二人便理所应当的认为 唐三藏绑架世界 仙子也有份 仔细看去沙僧分明是 500年后斧头帮的瞎子 他突然用男人的嗓音 还让我一度很不习惯 而二当珠在500年前的此刻 脑袋上顶着的 也不是斧头帮二当家达叔那 英俊刀不可多得的脸 而是一颗让人忍俊不禁 甚至有点想来上一口的猪头 这位父女姐姐 你礼貌吗 人家堂堂天邦元帅 你要买人家的猪头 还要切一半 二人身后的猪肉 而全眼老板 见到这一幕 都当场表情管理失控 笑出了一抹 还怪可爱了的灿烂 都受猪鞭未遂的二当珠 余音未落 至尊宝已被紫霞 拉到挂满脸谱的城门楼下 紫霞此刻正想尽办法 想要告诉至尊宝 你就是我上天注定的 一中之人 八动操作猛如虎 电影拆解进度进行到了 六千五百七十九秒 至于一万两千三百秒 喜欢这种硬核拆片的朋友 一定记得长按点赞 赞得越多 更得越快 点赞过不了一百万 我过云神奇 付我个字原地解散 我是七天大神 过云神奇 希望我的下期视频 还能和你再次相见 如果再不能见到你 也祝你早安午安 还有晚安